领导人心里做你自身的工作 做感动的工作 做廉洁的工作 主要让他们真的是 我们彼此和睦解决 主要你知道 主要真的是 你有将和平的意念 放在他们的心里 来很好的完美的解决这件事情 主要也真的是 不让两岸能挑起 主要争端 主要我们也何等的感谢你 赞美你 主要接下来的时间 全然交在你的手中 也恳求你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 早早的来到平台上 学习你的话语 主要也把我们的 主要每一个弟兄姊妹 主要向你交托和仰望 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 运行在平台上 主要也把我们老师的 主要爸爸妈妈的身体 全然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相信你 主要与他们同在 有你极大的恩典 主要在他们身上 主要也把我们的师母 和他的 主要老师的后裔 要全然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相信你 也必须与他们同在 保守他们 主要保守他们 主要一切所需所缺的 主要真的是 有你分分复复的供应 主要我们也何等的感谢你 赞美你 主要就祈求你的圣灵 与我们同在 将余下的时间分别为圣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既然来到这个平台上 主要就把握这样的时间 把握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的心意都单单的仰望你 单单的渴慕你 主要真的是 主耶稣啊 我们需要你 需要你的怜悯 需要你的帮助 主要我们也愿意 把我们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相信你的智慧 与我们众人同在 主要我们也何等的感恩 主要感谢你 在这疫情当中 赐给我们众人极大的平安 主要我们也愿意 一切的送赞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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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弟兄姊妹 现在看得到老师的荧幕吗 老师看得到 是不是以色列民十次试探上帝 哎 太好了 太好了 确定看得到 哎呀 老师很担心你们看不到 哈哈 好 主啊 我们何等的感恩 谢谢主能够让我们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调整的 相当不错了 真的是 愿主纪念 弟兄姊妹的辛苦 好 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今天早上的会议 主啊 我们是要求你怜悯 也要求你纪念 在我们进入这些主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也求主能够帮助众弟兄姊妹 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里 并且呢 也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平台 让这个新的平台 也能够在各样的事上能够做得更合适 更适切的 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传递得更清楚 祝我们这样祷告 求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蛮多的信息内容了 那我们这一段时间 在12月之前 大概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我现在有感觉 因为这个内容相当多 多到一个程度 大概即便是到了12月 搞不好明年都还不一定讲得完 因为它是300多章 我们算是讲得相当快速的 但并不是说我们讲的内容就这么多 实际上可以发挥的更多的 只要看弟兄姊妹自己用不用心 那首先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圣经的结构 把圣经结构的这个旧约和新约的关系 讲得很清楚了 那我们讲过读经方法论 末导言背讲 如何的从圣经里面读出 事实 启示和实践的路 然后也可以看到 从去研读圣经的时候 把它拆解开来 就看到事物的起源和恩怨的进行 那也包括了怎么样系统化 整本圣经的一些结构 就是系统神学的方式 从圣经论 启示论 然后看到神与人 还有Ecclesia 那整体的关系 神与人的关系 然后再讲到就是说 用这个类比方法来读圣经 因为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光是这句话本身 就有很多类比性的一个教导 那么在这个教导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相当多的这个内容 好 那我们在这边 也求主 然后帮助我们在读经的世上 有敲门 昨天老师在校友会中 有一位牧师 他就说因为前阵子 邀请我到他们教会去 讲到他们的学生 他们的弟兄姊妹 就听了我们的交通以后 就发现 圣经居然是这么奇妙 圣经这么有意思 他们现在很耳目的要读经 这个就是我们最喜乐的事情 那后面的话 我们讲到时间简史 用时间的角度来去观看 圣经中许多的这个启示 很奥秘 那么从Alaf到Tuf 就是Alaf到Omega的概念 从太初无始永远 到无中的永恒里 时间的创造的起头 和时间的终结 到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然后直到永世的意思 然后他圣经中 这个许多的启示 都是渐进式的启示 而这个启示 是特殊启示的几大成 就是真本圣经 那么圣经的著作的时间 从神永远的计划 一直到永远的国度 他经过的国度的预备 国度的创建 兴衰 盼望复兴 实际 还有扩展天灵国 直到永世的国 然后这每一个世代 都是一个叫渐进式的启示 叫神 人互助的居所 叫神与人都同德安息 所以在伊甸园里面 就是一个很好的 神圣的一个模型 到了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 也是如此 神与人完满的居所 历史历代 包括葬墓 会墓 圣殿 教会 都是如此 然后再到历史上 时间轴上面来看 关于基督的预表有哪些 不同的人事物 都是 然后看到基督与教会 渐进式的启示 那Wilson 这个记住 永远是基督为先 基督与教会 你这个先 要记住 不是我们 我们人讲的 那个Lady First 女士优先 不是这样讲吧 他因为基督做头 所以基督与教会 亚当与夏娃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次序 其实是隐藏了很多的重要的意义 包括我们也顺服在权柄之下的概念 基督是旧约的三重后裔 然后这边讲到基督的家谱 我们之前也花了一点时间 跟弟兄怎么样来分享 关于这个里面的很多的重要的人 然后圣经中一些外邦人 还是举足轻重的 特别是俄陀涅 加勒俄陀涅等等 那么再来 然后就讲到赐新民的启示 这个从亚伯拉安到亚伯拉罕 什么样的属灵意义的转移 然后圣经中长子民愤 还有福愤的转移 也是如此 那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些 都有一点概念 那后面呢 讲到那个死人复活的争议 我们也把这个故事 大部分都讲过 那关于眼睛明亮的好几处 的圣经经文 从这个世上的事 就像肉体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世的交往 都不是从富人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 当然这个是罪 这个罪有心生 但是罪也常常从眼睛开始 看合适的事 很不合适的事 这个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非礼物 听非礼物动 那么讲到三处的这个 出埃及记 从亚伯拉安的出埃及 从雅各和摩西的出埃及 从耶稣小时候的出埃及 那圣经中将生命的主权 全然交托的人 其实每一篇都是一个 非常合适的讲道集 那我们昨天 就是神学院 那将好些礼物 送给我们这些校友 开我的眼 遇见耶稣 这两份都是那个 这个都是刘华义牧师 刘华义牧师就是 刘副理牧师的父亲 九十几岁 那他过世前 整理的这种信息 我就觉得说 这些老人家 真是不简单 那个一年五十二周 这个周周的服饰 都是非常认真的服饰 那我是感受到 非常非常棒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些信息内容 都是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看见 圣经里面许多真理的内涵的 这个注解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弄 然后包括实价的进城 安息的七种安息 无名小卒 小人物 他们是怎样影响 那时代的 还有基督化的文化使命 包括文化使命和福音的使命 特殊的恩典和普世性的恩典 然后著名的科学家 著名的音乐家等等 然后再到这个圣经中的审判 那我们昨天 特别强调了 这个圣经中有21处 关于审判的事 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就很快速的带过去 我想弟兄姊妹有空 回去好好研读一下 那因为我们要把这个 从今天开始 老师是两边开机 就是Zone那边的话 是由台湾这边去 然后直接上电视 然后那个现在这WebEx 那我们感谢主 弟兄姊妹也能够好好使用 能够进入这些主的话语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圣经中的审判 第二部分 讲到许多的这个信息 首先呢 讲到这个以色列民是怎么样的试探神 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十次的试探神 十的意思是完全的 完全的不信任 这个是很糟糕的 不是上帝需要我们 其实是我们需要神 我们需要上帝 基督的信仰不是坐享其成的信仰 是要人奋斗的 要人竭力追求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十次怎么试探神 其实这个事情在民数记里面写得很清晰 那我们来读读看 这个叫我们受提醒 如果你是这些以色列人 你会比他们更好吗 你会是约束亚和迦勒吗 还是你跟世人一样 首先第一次 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的时候 他说到埃及人追赶 他们就害怕 他们就抱怨摩西 明明是上帝要带领他们 明明是世上的人对他们不好 跟摩西没关系 但是他们因为害怕就抱怨 结果呢 这个耶和华神只好指示摩西 你许首向海升仗 叫洪水分开来 这时候神有没有惩罚他们 惩治他们 没有 知道他们的软弱 那没关系 那我帮你们开路 但是呢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照理说就不应该再抱怨的 然后到了十五章的时候 因为水 拉满那边的水很苦 他们又向摩西抱怨 哎呀这个你叫我们喝什么水啊 那那好耶和华神也也是 哎呀指示摩西 你把树丢在水里面 也没有惩罚使水变甜 苦水变甜 那这个事情神有没有惩罚 没有惩罚 但是他们试探神 你怎么可能 你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没什么喝的 没什么吃的 然后到了这个十六章的时候 几乎每一章都有问题 这个十六章的时候 况也没得吃 又向摩西和亚伦抱怨了 然后那神又赐下安纯 马拿 神有没有惩罚 没有惩罚 这个他赐下的这个叫你们的 众人吃饱 那个嘴里面都还是肉 那个马拿是每日的领粮 哎呀 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原来这个马拿的意思是 这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 好 那第四次的抱怨呢 马拿他过了夜 对不对 安息日的时候还去捡马拿 那挑战神权柄 次序和律法 这个神批评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律法 要到几时啊 然而也没惩罚 也没有惩罚 那么后来啊 十七章的时候又没水喝 又又真闹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那耶和华又指示摩西啊 用杖来击打磐石 水就流出来了 神有没有惩罚他们 也没惩罚啊 还是个照顾他们 那摩西沿迟下山 造的金牛犊 谁造啊 这亚伦造金牛犊 你这边要写一下啊 他们就造金牛犊 代替啊 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哎呀 这亚伦啊 他难道不清楚圣经啊 恐怕也不太清楚 我估计啊 那他难道不清楚神是独一的啊 我看他也不是清楚 不然的话他怎么敢不敢说不呢 那么容易受人摆布呢 还去为他们铸造金牛犊呢 哎呀 这个人啊 败坏到这个程度啊 那怎么还被神所使用 而且他后代还成为祭司 你要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啊 我们这个人啊 常常犯罪 常常犯错 常常是不靠谱的 但是上帝居然能够爱我们 居然能够使用我们这样的人啊 真的是感恩 好那百姓啊 见到那个摩西啊 延迟不下山 就对大家啊 就是聚集啊 聚集到亚伦那里去 对他们说起来 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眼前啊 引路 因为啊 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啊 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啊 搞不好又死了 又搞不好不见了 搞不好被这个蛇所咬了 野兽所吞吃啊 不知道 哎呀 主耶稣啊 因着这样子啊 他们就离弃了神 悖逆的神 试探了神 好 那 这个时候啊 在历位记的时候说 这个 你们在这件事情上 在审判的事情上不可 蓬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一场 免得耶和华神像馈众 发怒而死亡 那为了鞭持啊 并且塑造我们成为上帝 合用的器皿而做的啊 嗯 好 那 呃 结果呢 因为他们造金牛犊啊 呃 以摩西啊 后来下来的时候啊 他说凡属耶和华的 都要到我这里来 啊 结果没想到这十二支派 只有立位人的支派啊 照着摩西的话行呢 那一天中啊 百姓被杀的约有三千 嗯三千啊 这是出来几三十三三十二张左右 也就是说第一次审判啊 正式的从上帝而来啊 前面呢 啊 你你这个害怕被追赶啊 没没有对你怎么样啊 啊还帮你开路啊 前面呢 啊 骨髓的事情 你们呢这个抱怨啊 啊 那也没有对你怎么样 还帮你治好骨髓啊 前面没得吃还给你啊 丢下这个鞍唇和蠻蠻 前面呢 那个过夜的事情啊 也没有惩罚 只是跟上批评啊 叫他们要小心要注意啊 对不对 好 那到这边第一次 第一次啊 按照神的心意被审判了 审判了自己所拣选的百姓 叫兄弟杀死这些兄弟 凡属耶和华的 居然只有立位人一族 立位人拿起刀来 就把他向着自己的兄弟啃杀 很难得 他这个是一面是残酷 残忍的手 但是另外一面 神却使用他能够成为神 手中有用的器皿 然后成为祭司 把人带到神面前 也把神带进人的里面 也把那些啊 误会不不结的啊 这个整个的储蓄 这个是啊 神特殊的器皿 好 那当律法被赐下那天呢 这个立位人啊 支派啊 起来杀的人就三千 这个是什么 神威严的彰显 那么圣灵呢 被赐下的那天呢 悔改的门徒啊 就约天了三千人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拨饼祈祷 这是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 在这个是神慈爱的彰显 这个很好的一个对比 在律法赐下那时候啊 立位人杀了三千人 是威严的彰显 但是呢 悔改的门徒啊 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 回到主面前 圣灵一旦被赐下来 门徒就约天了三千次 同样的书 都是神慈爱的彰显 他可以慈爱的对你 他也可以用严厉的审判来对待 你要怎么样面对 好 我们看到第七点 在他被拉的时候啊 他们又发愿延起争论 那时候啊 话的很多了 耶和华神这时候听见就怒气发作 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直烧到营的边界来管教他们 但是啊 还是中途歇了手 后面呢 就没有这个一直啊 这个随随便便的 让他们呢 那么容易的就过关了 好 那么在第八点的时候啊 他们讲到 他们吃腻的忙啊 就哭嚎 哎呀 耶和华 摩西对耶和华就说 你为什么苦待仆人呢 我为什么不能在你的面前蒙恩呢 哎呀 你居然把这个管理百姓的重则大任 夹在我的身上啊 这些人很难管的 耶和华神呢 就指示摩西 好 那这样吧 你就选利七十个长老 不要都是你一个人扛 啊 并且将将将于摩西身上的灵 也分支给他们 来担当摩西的工作啊 耶和华怒气发作 因为啊 以色列民日夜的捕捉的这个 安存也没有 没有怎么样 节制 吃到他们的鼻头里面都喷出来 肉稍微嚼烂的时候 就用最重的灾殃来击杀这些管教他们 这是啊 是实实在在看到神的工作啊 那再过来 看到这个米利安 亚伦啊 增进嫉妒 毁谤顶撞的这个 摩西 因为嫉妒嘛 那他就挑战了神的权柄 次序和律法 你要了解啊 摩西 亚伦 米利安 这三个年纪最轻的是摩西 这个都上百岁了 不容易 这个耶和华就发怒管教他们 叫米利安受到审判 然后长得大麻风 关在营外七天 这个所有的百姓 因着这一件事啊 不能动 就那边停在那边等候 只等到他回来 然后受尽的羞辱啊 这个是让他受尽的管教 好好的以后不再这样子做 好 第十个的时候 第十次埋怨啊 这个试探神呢 是最明显的 然后民众啊 埋怨 拆派了十二个探子 回来的十个探子都说了 哎呀 我们是他们的食物 耶和华神就发怒怒 叫他们啊 断不能进入在迦南美地了 这个都是啊 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说 上帝啊 看到这个百姓啊 十次的这个什么样 试探过 是完全的意思 那所以经过这些审判和管教 若是在恩典的管教中 和纯粹的审判有什么差别 宗教呢 是靠着行为啊 来论断啊 这个善恶的问题 而福音呢 是靠着信心啊 论到死生的问题 那圣经告诉我们呢 神的这个恩典和审判啊 是照着两个不同的范围去做的 第一个 神的恩典呢 是在这个上帝主权的范围之下 而神的审判呢 则在人的行为范围之下 神的恩典是因为神有主权 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啊 但神的审判是因为人的行为 人常常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啊 这不是因为恩典的问题 是因为罪的问题啊 所以才需要审判啊 这个蒙恩是因为神的主动 主动的连去我们 神的怜悯不是出于人的行为 人的功劳也不是人所应当得的 乃是神主动的恩赐啊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关系 在犯罪的事上 人的确是主动的 但是呢 神却是怎么样 借着他的恩典啊 怜悯啊 不在乎人的行为 功劳和人所做的一切 而在乎他的怜悯和恩典 好 那神怎么样回答该隐呢 你若行得好 岂不是蒙恩怨了吗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服在门前啊 已经跟他再三的怎么样提醒他 还是爱他 因此人在道德上啊 应该有堕落之后啊 行善的主动 否则的话 罪是不能让人平安的度过的 所以人应当制服罪恶 你要行得好 那不叫罪啊 服服在你面前 在审判的事上啊 主却是怎么样 主动的 在蒙恩的事上 人是被动的 在施恩管教的事上 上帝是主动的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难道不是吗 神是主动的 他完全是啊 出于他的主权 但是管教和审判 是不同的范围 神在这个永世之中啊 永恒中间啊 他预定了 在历史当中啊 借着福音 彰显出谁是神的儿女 神在永世之中啊 计划啊 在历史之中就拆派了耶稣基督 来成全这个计划 完成这个计划 而上帝呢 在永恒之中啊 从我们身上得着 完整的荣耀啊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要塑造与训练 鞭打管教 好叫他的百姓啊 能够啊 荣耀他的器皿 因为人的得救 不是在乎人的权品资格 也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好 多少能力或才干 乃是啊 按照上帝的公义 受到审判的啊 那人如果按照上帝的公义 受审判 照理说是下地狱了啊 该死该灭亡嘛 但是啊 上帝却把恩典赐给一些人 人没有办法干预 神的主权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啊 我们没有办法干涉他 但在审判的事实上 是照着人的行为 应当受的审判来审判 这是没错的 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上帝不是审判他的罪 而是审判他以后的建政 和忠心侍奉的问题 是不是能够持续的 这个事这样子做 因此啊 一个得救的人啊 倘若他还是继续的 随便的犯罪的话 其实不需要等到 审判的那天啊 上帝的管教就会领及他 因为啊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好吧 好 所以在这一大段里面啊 我们看到的啊 上帝的审判 还有他的恩典的管教 那在21次的这个 特别的圣经的审判 关乎审判的事上面啊 这个交通的相当多的事 相当多的事啊 从旧约里面啊 一直延续下来 非常多 到末日的身份都有 那么啊 再到出埃及记 还有民宿记这边讲到啊 以色列人十次来试探耶和华神的啊 真的是啊 看到神是啊 满有怜悯恩慈的这个主啊 如果不如果啊 像我们这样的脾气啊 每两三次啊 一而再再二三 全部都给你三道耳光 就是先打再说 那怎么会还还容许你到十次来 真是不容易啊 好那也讲到恩典的事情 恩典为了管教 管教的 在恩典中的管教不是叫你置于死地 而是在那环境之中 叫你得着变化重生 而审判呢 那真的是为了要要做啊 这个清理的工作啊 好那我审现在是七点二十二分啊 那啊老师明天啊 这个因为要回马祖啊 那可能早上还是可以交交通啊 那明天我们讲圣经中的妇女 那今天现在的时间啊 交给我审 你现在先这样做啊 你到那个 呃 你先到 你先到那个什么 呃 Zoom里面啊 让那个Zoom啊 还可以继续下去 然后你把这个档案啊 要要转到你那边去 好吧 Warsen 你先把档案转到你那边去 然后叫Zoom那边能够持续 那老师再从这边下来 不然的话我一下来就断线了 了解吗 Warsen 你声音出得来吗 我先看一下啊 了解了解了解 好你你先转换那个影像啊 老师今天试了好多次才完成这个试啊 首先你先在Zoom那边还是继续打开 然后继续维持下去啊 好那我那个Zoom那边一旦断线才不会掉 懂我的意思吗 你的那个荧幕啊 用这个共用web 这个web的浏览器 你才能够两边同时使用 不然你那边如果用影像 这边的影像就出不来 了解吗 OK 我试试看 好老师就交给你了 因为我这边要check out了 要出这个旅馆了 好就这样 郑官好 我现在就下来 好 现在下来 好 麦当劳 好好好 拜拜 好 可以了吗 我应该可以在这里 好 你先转到你的哪一个地方去啊 你先转一下就这样 好 那时间就交给你们了啊 好 因为今天是老师校友会啊 这个 几十位校友我们在一起啊 早上他们要一起吃饭 七点就开始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了 好 感谢主 帅帅你们了 可以吗 可以吗 应该可以 我去 交给你啊 好好 有 帝兄姐妹有看到那个画面哦 嗯 我也是 帝兄姐妹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到哦 呃 等等啊 现在是升级中的21处水盘 啊 是 嗯 感谢主 嗯 你 抱抱歉 打鼓一用 哈哈 等等啊 可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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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荧幕是不是 嗯 嗯 一次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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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抱歉啊 地上这边就等了 OK 啊 這裡我做一點點的 啊 補充 啊 這個21处圣经的 這一個 嗯 集中集點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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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挺好的 哦 好的 好的 嗯 好的 OK 這個18处呢 啊 嗯 啊 這裡講到眾人全然堕落 都犯了罪哦 虧欠了上帝的荣耀 嗯 叫我 我繼續分享這些 我們做一點 小小的禱告 欸 那個 蛤 是 是 上面沒有任何東西啊 你要知道 哦 上面沒有任何東西 我聽到 這樣有了哦 哦 哦 你先進一步 有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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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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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啊 那我們 祝你 小小的禱告啊 主啊 我們再天生安復 再次先感謝啊 帶領我們啊 帶領我們啊 接下來啊 孩子分享的時間啊 求主啊 啊 啊 給我們有一個清晰的靈 啊 讓你聽的啊 分享的 各位同仁以聖靈造就 我們將來祷告 奉主耶穌的真名祈求 阿們 好的 啊 這個啊 這裡要再重新思想一下啊 就是第這個十八 這裡 啊 尤其是在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啊 啊 這裡呢 其實我們要看的是 耶穌當 當他們被人質問 控告的時候呢 他的反應 還有 以人的反應喔 所以我們知道在信頁裡面 當 啊 耶穌受難 在他三十十架之前的時候 的那一個 啊 被 基於主人 OK 來做 啊 就是 啊 就是 自問他 控告他 OK 跟對他有興趣 啊 然後最後他怎麼被釘十字架啊 我們來做出一些的回想啊 回想啊 像大祭司 盖雅法喔 對他說 我指著永生上帝叫你去 是告訴我們 你是上帝的兒子基督 不是 耶穌對他說 你說的是喔 所以你看我在啊 耶穌對人的回答 啊 耶穌在對人的回答啊 上面呢 啊 他什麼樣 當人問他 什麼樣的問題的時候 他回答 啊 人在問他啊 什麼樣的問題 他不回答 OK 所以在這裡 當 啊 當人 OK 問他啊 關於上帝 跟 的事情的時候 與他的關係的時候 喔 他的回答是 啊 很直接 但斬盡 啊 戒鐵的 就是你說的是喔 然而我告訴你們 後來你們要 看見人子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邊 架著天上的云 啊 降臨 然後我們也看到在 這個是馬太福音26章 63到64節 啊 所記載的喔 然後我們也看到 在馬太福音27章12節 啊 耶穌被祭司長和長老 控告的時候呢 就是控訴他喔 啊 耶穌的方式 什麼都不回答 什麼都不回答 所以從這裡 我們看到 呃 可能學習到什麼功課呢 當 人家有誤解你的時候 呃 或者是 呃 可以說 沉默是經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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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誤蔑你的時候 呃 人家在 呃 控告 或者是在 呃 對你做出不實的指控的時候 呃 很多時候 呃 不回答也是一種回答 呃 不回答也是一種回答 呃 呃 這個人對 他的指控 呃 對他的指控 呃 呃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學習到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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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拉多就好像 哇 很对 很为耶稣不止 你看人家控告你到到这种地步 你还沉默吗 那意思是这样啊 你还沉默一句话不回答吗 呃 耶稣乃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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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两处的圣经 就是马太福音27章12节 13-14呢 呃 真的是给我们学习到一个很大的功课 呃 呃 有时候 反而你回答了 呃 那你就跟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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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呃 也都回答说 你说的是 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当人回答 呃 呃 在这个时候就选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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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想知道真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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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来自己来记住 哦 他是只要想知道真理是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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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仿 就是如果你用口气来讲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口气 真理算什么 OK 做完它就出去了 所以这是很清楚 给我们看到 比拉多 其实它对真理的渴慕 是完全没有的 然后我们来到看这个希腊 OK 我们看见耶稣就 希腊看见耶稣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旧 已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这是路加福音23章8到9节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实践是什么 其实有太多太多的人 他们要了解耶稣 对耶稣有兴趣 就是因为他要看神迹 OK 他要看 哇 你们就基督教 哇 有什么 神一步道会 哇 好像很厉害 这样OK 就想要去了解 哇 因为神 就是这个医治 或者是这个神迹 才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 当然同样的 神有善神的主权 可能有时候 神会通过 这样的一个反面的教材 来吸引他进入这一个认识 但是这个动机 是绝对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从 你要我信耶稣 你行一个神迹来给我看 我行了神迹 就信了 哇 我们以为是咯 我就是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 来给他看到 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 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就错了 错在哪里 因为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 出埃及的以色列民 他们看过公海 最大的神迹分开 他们看 每一天都给他们看 早上有云柱 网上有火柱 有玛拿赤下 每一天都经历神迹 启示 OK 但是到最后 我们看到什么 在刚才老师所分享的 这个十次试探 十次的试探 的当中 OK 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 OK 民众还是怨远的最后一个山 OK 耶稣发列怒 发誓他们断不能进入迦南 所以这里的迦南 跟我们现在断不能进天国 是同样的一个意思 断不能进天国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人要信主 要给他开点神迹 OK 或者是做一些 医病赶鬼 这一类型的事情 就能够让人信主 这不是重点 人之所以被信主 是因为 OK 他认自己的罪 悔改 OK 归向耶稣基督 因为他知道 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 为他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OK 为了要赎回 他这个 不可爱的罪人 而 这一个是非常奥秘的恩典 很多时候 我们一直在 一直在 说 主啊 我是谁 你却 这样的固念我 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奥秘 我们只能够说 这个是上帝的主权 OK 从这里呢 我们真的 给我们看到 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在 尤其是悉利 OK 在这个 看见耶稣的时候 就很观世 我们可以看到 很重要的一点 而耶稣在这个时候 不是说 是咯 OK啦 我先一个神机给你看 然后就 哇 悉利看到就 哇 你真的是上帝来的儿子吗 耶稣大可选择这样 但是 耶稣自己本身 当犀利 在 问他这个事情的时候 哎 行 给神机出来 给我看 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应该很厉害 OK 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 的反应是什么 一眼不打 OK 所以从这里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耶稣在经过这一些人 质问 控告 或者是要求 啊 这时候呢 啊 我们可以看到 啊 耶稣的反应 OK 来给我们 知道 我们要学向耶稣 OK 学向耶稣 啊 我们要了解 啊 这些事情 都是 啊 从这 我们可以学习到 很多的功课 啊 然后最后 彼拉多 愿意释放耶稣 就又劝解他们 OK 啊 又 就愿意劝解他们 哦 呃 呃 这个是出于 啊 人的一个 嗯 怎么讲 啊 你觉得 哇 比较多 也是也不错 哦 愿意释放耶稣 然后还劝 劝解他们 他们是谁呢 就是那些所谓的 祭司章啦 光伏啦 百姓 OK 啊 我们可能有时候 哎 会提同情彼拉多 但是我们看到上面那边说 彼拉多什么 真理是什么 真理算什么 哦 他根本都不想去听耶稣 如果跟他讲的话 他都不要听 连他也不想等耶稣讲 啊 他就 啊 转头 走了 啊 同样的 当我们现在 啊 这个时代 当个 当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 啊 你说什么都可以啦 总之你只要讲到 啊 圣经 耶稣基督的事情 啊 你不要讲 啊 你一讲我就走了 OK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真的是可以学习 啊 到 啊 耶稣在面对这些人 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啊 所以 最后我们看到 啊 祭司长 光伏 百姓呢 啊 做了什么事情 非常无奈的 非常可悲的 他们却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这个是完全 不可理喻的 啊 啊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为着 耶稣打爆破瓶 啊 你看这些人真的是 啊 啊 岂有此理 啊 啊 不知好歹 啊 啊 你不懂 耶稣是多么 多么好乐 没有 没有犯罪的一个人 哇 我们既然 既然这些 所谓的 祭司长 啊 光伏 甚至百姓 OK 都 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啊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其实对这边 我们也是 在这些 祭司长 光伏 百姓的当中 真的 啊 都说我们 我们笑别人了 或者是 哎呀 呃 我们不 你们不应该这样啦 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呃 其实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呃 我们在深深的去思考 当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份 呃 呃 含着 跟着他们一起 含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当我们继续的往下 看 感受 这句话 如果是我们喊的时候 啊 我们 但是耶稣基督依然拯救 给我们恩典 哇 我们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 那种 我们真的是提避到 神的那种爱哦 在我们身上 是何等何等 啊 的肠阔高深 啊 我们 既然有份 OK 啊 呃 一起行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OK 呃 从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确实跟他们一样 呃 当我们真正能够了解 呃 我们把自己 真的放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 我们是有份 喊着 这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是罪人 呃 如果 耶稣基督没有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罪是不可能得署的 呃 当我们成为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晓得 呃 耶稣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 我们 有一个新的身份 但是 当我们看见老我的时候 我们何尝不是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嘛 啊 所以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就对我们的人生 啊 啊 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啊 改变 啊 呃 这种 耶稣基督的爱 啊 啊 啊 保罗说 我是罪魁中的罪魁 啊 我们算什么 我们难道 比保罗还要好吗 啊 啊 连 啊 写了新页 这么多 经卷 书信 啊 的一个保罗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了 更何况是我们自己 我们 会好到哪里去 啊 从中呢 我们就能够看见 啊 恩典 啊 是何等 的这一个 啊 上帝赐下的这个恩典 道成肉身 啊 啊 这种 啊 啊 去到尽头 啊 好像我们每次 啊 管管 啊 管东话叫塞兰 就是 去到完 OK 我完全 毫无保留 OK 然后为了要拯救我们 这些不可爱的人 啊 好的 啊 然后 呃 今天 OK 还有一点时间 哦 啊 我就来 呃 再一次 呃 分享一下 可能明天如果老师不在的话 OK 啊 我也会继续分享 这个 因为组织的时候 呃 我们 呃 呃 等等哦 OK 嗯 好 组织的时候 呃 我有分享这个 嗯 呃 呃 实践 圣经的 这个 呃 主教改革运动哦 实践圣经的 宗教改革运动 然后 呃 我也思想借着这个机会 呃 再跟大家啊 一起分享 啊 顾免哦 呃 呃 其实 呃 我几乎 当 老师每一天讲课的时候 啊 啊 这一个圣经经 吹鸟康啊 也是不断的在修正 呃 不断的在加添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就 啊 就 呃 啊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 啊 啊 很多时候我们要基督徒哦 啊 真的是要 呃 我们自己啦 啊 我们不是在四面墙 啊 啊 里面 呃 呃 就是 你观照我 我观照你 就是在教会里面 啊 就是哇 就是 互相的 呃 呃 光照啊 啊 啊 互相的感动哦 呃 我们要知道 呃 这个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哎呀 我们只是一个过客 OK 我们的 我不属于这世界 哇 好像非常富力团还哦 但是 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情体下 我们却忘记了 呃 我们自己 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 啊 每一个礼拜日我们去教会 啊 但是 呃 从教会出来的时候 星期一到星期五 星期六 我们都在世界里面 哦 所以我们每次遇到 啊 有问题的时候 啊 别人 啊 在 在 在 污蔑 啊 我们信仰的时候 啊 耶稣不是讲说 啊 当被控诉的时候 我们要一言 啊 啊 不要回答吗 哇 刚才我讲的 好像又对哦 但是其实 不然哦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要知道 人 呃 在这个整个历史当中 如果没有上帝的主权的干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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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今天发展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是完全不敢去想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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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不只是教会的 基督不只是教会的头 OK 呃 上帝也是整个世界 创造万物的主宅 哦 哦 所以他不当赐下特殊启示 哦 特殊恩典 他也赐下普遍启示 哦 普遍恩典 哦 所以 呃 我们不要去 呃 怕 呃 这些外邦人 呃 呃 呃 这些无神论者 呃 呃 对我们的挑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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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看到 上帝是掌权的神 他是掌管整个世界历史人类进程的主 哦 OK 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回答这些人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没有看见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作为 是主导性的 呃 不是那种啊 旁边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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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了宗教 而不只是宗教 不是我们人的宗教信仰罢了 而 涉及到的领域是政治 教育 医疗 艺术 科学 社会 文学等等几乎人类方方面面的文化领域 哦 所以都受此运动 啊 这个运动 最重要的就是归回圣经的启发 的世界观 价值观 还有人权倡导 主导了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新进程之道路径 哦 兄弟妹 真的 我们的信仰哦 不是啊 好像啊 很多外版人所说的 哎呀 就是你们软弱咯 哦 然后才要有信仰的这个寄托 OK 啊 没有信仰哦 你们都活不下来 哎呀 哎呀 是啦 你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 我明白啦 OK 要有信仰是没有啊 你们活不下去 啊 至于我们这些外帮人 啊 哎呀 我们是人性圣天 哇 哇 我觉得 绰绰有词 OK 所以从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人是何等的败坏 然后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OK 所以我们不要怕哦 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 不只是建立在圣经的特殊启示上 OK 而是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整个过程上 我们不得不提宗教改革运动 而不提 为什么呢 就讲哎呀 宗教改革运动 我们不要讲圣经的 除了圣经以外的事情 错了 宗教改革恰恰就是为了实践圣经中的事实 OK 就是刚才讲 独处事实 独处启示 独处实践 而宗教改革恰恰就是实践圣经的那一种运动 而这个运动产生的效应是什么呢 基督信教 今天我们在这里 OK 不管是我们属于各种各派 OK 我们都是信仰什么 基督信教 我们不能不提宗教改革 因为如果你不提宗教改革 我们就是万本了 OK 如果没有宗教改革 今天我们还是天主教的体系 如果你是天主教的体系当中 你去参与他们 对我而言 OK 我很难会因为这些教义而信主 所以我是觉得从一个广度来讲 我不是说 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天主教的信徒没有得谋拣选 因为拣选以否 不是我们说的算 是神的主权说的算 OK 确确天主教在这个整个大环境 就整个历史的长河当中 也是留下一种一个不可磨灭的 一个对人类的贡献 但是宗教改革给我们的冲击 因应而生的基督信教 确实实在在的事实 然后如果我们看 我们有没有去想想一下 有时候我会想 为什么耶稣基督 不要在亚伯罕的时候来 不要在亚伯以撒的时候来 不要在这个摩西的时代来 不要在这个沙摩尔 大卫 所罗门的时代来 而偏偏选择在两千年前 来到这个世界 到船落身 如果他现在来不是更好 哇 你看十二使徒 确定都是得救的 是吗 你不要忘记哦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有一个犹大是被他卷选的 哇 你看耶稣卷选一个 会背叛他的犹大 哇 觉得 如果知道会背叛 为什么耶稣还要卷选呢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要去探讨的 我们都要去了解 从中当我们揭开 这个耶稣基督 上帝的这个旨意 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得蒙 虚虚虚观照 虚虚观照 今天 很多时候我们想不通 不是因为圣经错 我们想不通 是因为我们自己错 我们本来都错 我们本来就是应当死在 俱乐过方当中的一群人 OK 所以我们是配得 我们最配得的是下第一 我再说 我们最配得的是下第一 如果说 哎呀 为什么耶稣捐选这些人 不捐选那些人 你看耶稣不公平 真的 我们再回想 如果真正的公平 是每一个人都是要下第一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巨人 所以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OK 耶稣捐选我们 哇 你真的很好 如果没有你 整个世界应该会很黑暗 或者是你做了很多行上很好的事 哇 真的很好 因为你的行上你得救了 是这样吗 不是 我们信是因为 因信成义 所以我们从这里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一个属灵的功课 学习的功课 所以我们回到十四在在 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实践 今天圣经一千五百年 从摩西到最后的使徒一汉 完成了六十六卷书 旧业有三十九卷 新业有二十七卷 OK 这整本圣经被完满的赐下来 OK 那做什么 赐下来干嘛 就是要我们这些圣经被赐下 完整的赐下的时候 就要让我们去了解圣经 然后来活处 圣经要我们活处在这个世界上 要如何去彰显它成为观众一眼 而这历史上的每一个事情 尤其是来到宗教改革 就是一个对圣经完美实践的一个运动 一个运动 所以我们真的要看 当然从这里我们要来看 为什么宗教改革是在1517年10月31日 那一天 有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 叫做马丁路德 OK 他写下95条论杆 钉在这个教堂的大门口 OK 赐就这样成了 其实当时候如果说 马丁路德他有雄心壮志 要成为一代英雄雕雄 是这样的吗 告诉你 如果你去看马丁路德的字状 从来没有 OK 他也不懂 他这样的一个举动 会改变世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我们就可以真正看到 OK 这一个运动不是出于人 而是出于上帝自己本身 我们看这个普表 OK 事件圣经的宗教改革 他挑战教完全兵的一个运动 他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基础 归回圣经重新提出 因性成义 人人皆计时等重要的教义 我这里是用重新提出 为什么呢 不是这些教义不是 马丁路德自己想出来 发现出来 发明出来的一个教义 而是这些因性成义 人人皆计时 这些等等重要的教义 老早就已经在圣经里面 记载的清清楚楚 而我们人 而却忽然不止 却忽然不止 对 宗教改革运动 就是归回圣经重新提出 这些很重要的教义 是从上帝的灵感动 以上帝的道为基础的 一个很重要的运动 是归回圣灵的话语 以荣耀上帝为目的 是要完全忠于 讨好 取悦 服侍 还有顺服上帝的一个运动 是上帝自己亲自 在2000年前 上帝自己亲自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之外 上帝的一个很重要 在历史之中间 亲自的一个感应 很重要的感应 是超越所有文化的运动 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 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极大的礼物 他的动机是最纯洁性的 就是不是因为我要荣耀我自己 要荣耀这些改教家们 这些宣教士 而是他的动机是最纯洁的 就是我是一个罪人 耶稣基督为着我的罪 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三 而我纯粹就是要高举他 所以宗教改革五道围独 围独圣经 围独恩典 围独基督 围独信心 还有最后围独上帝 得着一切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 他是既有刺激性的 刺激性是什么呢 就是宗教改革 当他一这样的 好像一个完全无意境的 这样爆炸 发生在人类闯入 人类历史当中的时候 他是给人思想的刺激 思想的启发 他有一个非常实践性而展开的一场伟大运动 这个运动真的是太好了 而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 这个是完全无可否认的事实 我们提出这些不是圣经书里面的人物 不代表说他们是完美的 只是他们做了一些非常重要 就是给上帝做了帮上帝 不是帮 是在一个领受了上帝的圣经的光照 以亮光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一些很重要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成果 如何稳固 如何影响这个世界 这些都是神的器皿 这些人同样的都可能会 不是可能 是绝对 如果你去看马丁路德 哇好像没有马丁路德 没有今天的德国 没有词英语 没有一汉加文 没有现在的瑞士 有时候我们看 今天不管你说什么 我们看一下今天 没有人不懂瑞士 今天各国一旦有什么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都是去日内晚 日内晚数哪里? 瑞士 为什么瑞士? 今天德国为什么成为世界的强国?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德国发起的 为什么? 我们有没有问为什么 OK 不是其他国家 不是法国 法国也不错吗? 不是英国 不是这些荷兰 还是一些比较大的 这个好像苏联 或者是等等 为什么就是德国? 为什么就是瑞士? 我们有时候要看宗教改革的三大巨头 第一 改教家马丁路德 提出95条纲领 这个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宗教改革 应当是因为 他的一个不轻易之举 OK 我们来看瑞士的词应里 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 还有瑞士的法医 OK 他是因为他是法国人 他是在瑞士 约翰·加尔文 现代教育之父 他重新提出了 人人皆知识 这些都是宗教改革 不可或缺的 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 从中我们学习到 他们在重新回归圣经 所整理系统性的信仰 对我们整个基督新教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而给我们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看见 然后上帝好像开玩笑的 宗教改革运动 是发生在两个人本运动的中间 很多时候 我们讲宗教改革运动很好吗 为什么上帝还要把两个人本的宗教 放在中间 好像有一点像剪不断理还乱 宗教改革之前 有一个文艺步行运动 宗教改革后 有一个启门运动 然后这两个运动 当我思考 为什么上帝会把这两个运动 放在宗教改革中间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亮光 我们看见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这种能力 是上帝的意念 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看到从人类的发展历史场合 影响人类历史最具的三大运动 我这里具体就是实践性的 OK 提出的当然不是像我们之前 如果大家有听过我说的这个轴心时代 就是走心时代就是在沉默时期所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 它不是运动基本上 它只是许许的当时候就是那四百多年 尤其是在沉默时代的时候 东方出现了什么 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 OK 然后印度出现了谁 释迦牟尼 OK 改变了整个印度的这个想法 但是到最后很可悲的 只是印度到最后却没有接纳 而佛教就闯入了中国 而中国把它阳光大 OK 然后我们看到波斯 波斯 当时候是波斯帝国 拜火教 OK 如果我们 我们 如果有看金融小说 OK 这个张无忌 对了张无忌 当时候所谓的名教 OK 其实就是从波斯传进来的 所以当时候的那个波斯 其实它的文化背景是很雄厚的 OK 然后过后我们来看 这个西边有什么希腊文明 希腊 历史的三圣贤是什么 这个苏格拉底 波拉图 还有亚利斯多德 都在这一个时段 OK 全世界性的百花齐放 OK 就好像感觉上 OK 就是那时候 人类所有的学说的开始 就在那四百多年 它是很讽刺的 我们 从圣经的角度 却定书 却定义它是一个沉默的时代 沉默的时期 所以在属灵上 它却是沉默 因为马拉基书过后 整本66简 圣经已经完全的启示下来 OK 在这一个空档 完全空档的 属灵时段是沉默的 但是弟兄姐妹 人类历史 绝对不沉默 人类的舞台 太多太多的哲学 思想家 都在那个时候出现 OK 不管是东方 西方 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学说 都是从那里传承下来的 然而 当整个人类历史 该出境的法宝 都提出来 都表演过的时候 好 耶稣基督就在这时候 OK 他们出场完了 就是人类的这些 这些百家证明的 所有的这个 奉公也出场完后 OK 耶稣基督就选择 在人类表演完后的舞台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难道这是巧合吗 难道这是一个随性的 上帝选择这样的时间点吗 绝对不是 OK 因为上帝要我们先表演 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出来 然后等到上帝亲自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所提出的 每一个 不可能是人能够讲的话 其中一个就是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有太多太多 耶稣基督 亲自所说的话 都是完全化时代的 是根本不可能是 人可以说的话 OK 就在这个时候 也道成肉身 然后从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人没有 可夸的 人没有可以去 觉得有什么是值得 去纪念的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 耶稣基督是 创造我们的主 OK 他是最了解我们的 就好像父亲了解孩子一样 所以 让人无可推诿 没有啦 这个是后面 还有新的一些想法 思想 OK 所以 人就得到功劳 耶稣基督 这样的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历史观念来看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够看见 主啊 你的 你实在太奇妙 连 什么时间点 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都 安排到 完美 无瑕 OK 这个是 我们从这一点 我们再看回宗教改革运动 OK 所以 在讲之前呢 我忘了 OK 就是 沉默时期 其实是一个 异备 异备 异备什么 异备 也应说 基督道成肉身 在 四百年后 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OK 一种异备 就是 异备了 所有的学术 OK 把它呈现出来 OK 所以传道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没有新的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都是虚空的虚空 我们以为是新的东西 OK 为什么你以为是新的 因为 真的 我们真的是目光断迁 如果我们去翻阅历史 你所认为的 老早 在很多很多的世代 一直不断地在重复 而我们好像经济之外 以为是新的 OK 而历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看见 这些事情是何等 何等的一个 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 基本上 我们真的是摆走很多阴望路 我们以为的 其实在历史中早就有了 所以当它早就有的时候 它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就 就可以很清楚看见到 前车之鉴 我们不要走 前人所走的阴望路 那你就 你就省了很多的时间 去找到正确 真正正确的路 OK 所以这个是历史 所以宗教改革运动 我们看到 它的之前 就是14到17之际 所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 是整个社会 人类的文化运动 是以人为基础 是人本 是以人为榜样 是以人为目的 是以人的动机为触发点 是第一次 人类思想解放的一个文化运动 这个是大家公认的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 主要是反对教会对人的 这个速播 OK 强调追求 现实的幸福 与宗教改革 是完全被道尔赐的 文艺复兴 基本上它不反对宗教 它不反对教会 OK 它只是讲 哎呀 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 不要 不要给教会 碰 碰着 OK 然后它强调追求 现实的幸福 以宗教改革 对对对 所以以宗教改革 是完全不一样 好在今天 有很多 一大票的人 他们都有这样的事情 今天吃喝快乐吧 明天要死了 OK 追求这个世俗性的 几次文艺复兴的影响 直到如今也是 它是 好像三条 就是三条不同的线 OK 第一 文艺复兴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属世的 OK 所以一方面我们每一天来教会 一方面我们在世界 我们就享乐 做很多 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就是 为自己做的事 而我们没有去看 以神为中心的事情 这个是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呢 就是彼得拉克 文艺复兴之父 就是他是一个启发者 OK 然后我们看到 文艺复兴呢 就是在意大利产生 就是达芬奇 矿石 如果认知他分析 如果认知他分析 以前都是以宗教为目的 但是就是因为素博了 所以就变成他的创作灵感理念 就是以信仰 就是这个宗教为基础 而肆无忌惮地把它发扬灌大 这个就是文艺复兴运动 所以我先讲一个总结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看 我是很认为文艺复兴的运动 是为了一倍 就好像这个沉默时期的 周星时代的百家之民的那一个对比 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 文艺复兴的运动是一倍 接下来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的铺垫 一个铺垫来的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宗教改革过后的几百年后 就是17世纪到18世纪 就产生了启门运动 而启门运动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理性的时代 完全以人为本的中心 文艺复兴是以人为基础 启门运动是以人为中心 你可以说启门运动是文艺复兴的一个 极端的延续 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 还不好意思讲反对教兰 反对教宗 只是说一个基础罢了 人的基础 但是到了启门运动的时期 人就完全的是以人中心 他也是人类第二次的思想解放的文化运动 说我们应当成为自己的荣耀 我们应当建立自己所建立的存在 我们应当深深觉悟到我们已经达到了成熟的最后标这个阶段 所以人不需要上帝 启门运动的整个思想结晶就是告诉我们 人你知道吗 你不需要上帝 启门运动与宗教改革有着绝对不同的基础 还有中心点 立场还有他的姿态 最后更产生了绝对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从历史看到 启门运动的三大主义者 就是因为我把文艺复兴的三个很重要的人物 宗教改革三大很重要的人物 启门运动三大很重要的人物 把他列出来 第一个就是法国的苗卡尔 如果我们对历史有一些 我相信我们中学的时候一定会提到这个人苗卡尔 他就是那一个说 我是故我在 我会有思想所以我存在 的一个他的名言 所以这个理性主义之父 然后还有一个荷兰的犹太义 斯宾诺莎 圣经批判学开创者 特地研究出一个学问来撞撞批判圣经 然后最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来布尼赤 就是所谓的通财了 这一些呢 都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 宗教改革运动 前后 他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思想 宗教改革运动以前 做成宗教改革的哪一些历史因素 当中经历了什么不同的时期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 到底宗教改革 为什么要牺牲 为什么要争 哇 你看你们基督教整天跟伊斯兰教争 争来争去 这个以色列那边 那个跟加沙 你看 打来打去 打了千多年还在打 有没有搞错 很多 这个所谓的外邦人 都会这么讲 你看我们多么好 这个叫做 不见话突然间 叫做 什么叫 就是 书啊 OK 不要讲自己 不要叫别人 不要叫别人 真的 我们 讲这些话的人 他根本不了解历史 当他了解历史的时候 他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 你说 伊斯兰教跟天主教 基督教打来打去 打了这么多年 难道 通常讲这些话 外邦人 因为我们是在大中华区 我们看回自己的中华历史 有好到有多好 如果我把整个中华文化 如果你看这个世界 享受起源 把中华上下五千年 那一些所谓的太平盛世 中兴等等加起来 也不过是整个五千年的 不到百分之二十五 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 都是脏乱纷纷 而我们只不过是豪彩 OK 身在一个比较短暂太平的时代 所以请你不要讲这些话 因为这一个都只是暂时 你说乱什么时候是最乱的时候 然后今天我们才割了几代罢了 OK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是那一种用现象 用我们这个当下来看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忽全的 所以我们不要怕那些外办人 他们会提出一些质疑 圣经 或者是提出一些质疑 说哎呀 你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当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确然看见 OK 信仰 我们的信仰 是实实在在实践 在整个人类历史文化当中 而今天 不管是外邦人 全世界 伊斯兰教 所有的 如果是政治 经济 上的 艺术科学等等的领域 OK 都因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改变 OK 而产生的 对世界观 价值观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 最后 我用这个为结束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 很多时候 外邦人 他不要 我就用圣诞节来讲 OK 全世界都在庆祝圣诞节 但是 很多的人 是把圣诞节的中心点 耶稣基督 哎呀 耶稣基督 你是很好 伟大人物 但是 如果我把你搬出来 抱歉 有很多人 接受不到你 所以 他就把 中心点 把它挪开 OK 然后留下 这个所谓的 文化遗产 OK 然后大肆宣教 大肆宣传 OK 所以 你不难看到 今天的圣诞节 在 所有几乎世界里面 每一个国家都在庆祝 但只是看到什么 圣诞树 圣诞老人 OK 等等罢了 然后 中心 把它挪去 OK 这个就是 人 最厉害 这什么 copycat 就是 就是复制 哇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我哪来用 但是我不要 中心的东西 我只是要 那一个果效罢了 OK 中心把它抛掉 我们看到 真的如此 今天我们现在 所用的 这些体系 政治体系也好 经济 资本的那种 这个 思想都好 有哪一个 OK 不是受到 宗教改革 运动影响 而今天 我们用 OK 但是我们切万 乐 它起初 是从哪里来的 OK 感谢 弟兄 姐妹 耐心的 听我这样的分享 其实 如果有机会 我会一直在 分享 可能在接下来 除了这一边之后 我们会来探讨 宗教改革 运动发生之前 上帝做了什么 议备 OK 产生 宗教改革 过后 宗教改革 运动 到底对人类 文明的进程 有着什么样 根深蒂固的影响 OK 然后最后 我们再来比较 两个 两个 最重要的事实 就是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还有宗教改革 他们之间的 对比 OK 当然我不是 我不是要拿来 等量起光 而是 我们要看见 从这个对比里面 看见上帝 作为的一种 上帝在做事情的时候的 一些原则 一些原则性 OK 然后让我们知道 OK 将来 在这个末世 有许多的 假先知 假教士 假使徒 会出现 OK 我们就可以用 这些很重要的原则 圣经中 有圣经的中原则 在实践中 有宗教改革 给我们做捷径 然后来看 这一些的 事情 是不是真正 投赴圣经 OK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把时间交给 心理吧 还在吗 还有在 谢谢吗 谢谢 谢谢 我听不到 听不到 听不到 话筒开了 但是 没有听到 我的声音 不行吗 听不到 喂 喂 在讲这种 解释 在看 听起来 知识 听到 解释 知识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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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在骑车 现在能听到哈 先生 今天我是七点十多分来进到咱们这个会议 好像都听过大大王 听不清吗 有了有了 那我大点声 然后我先说一下后面这个宗教改革 刚才威尔森弟兄给我们分享的我的一些感受吧 确实我也是在想 为什么咱们的这个宗教改革 乃至耶稣来到我们身边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威尔森弟兄的一个介绍 也打开了我们的视角 让我们知道啊 神真的是有他的旨意 我记得圣经昨天也是在这个宗教改革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 上帝就认识成邪辟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但是神定义要施下拯救 用耶稣来救我们 确实在所有的这个 那些所谓的伟人啊 智者啊 他们的所有的追问 关于这个世界的疑惑 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回答 这个世界到底是 将来的 我们人到底是为了什么 最终 上帝和上帝到底有什么关系 甚至让很多人都避而不达 这个事情 我也之前在上大学的活动过 关于这个 一些演义的哲学 的一些历史 像我特实越读越疑惑 这个世界到底本源 每个人都用他们 自己的视角去了解 然后还都 真理 和我们耶稣 和我们信仰 和清 自己 自己应该去怎么 去怎么 去怎么做 对 这是很诡诈的 不论是在教育界 还是我们 社会的政治界也好 反对给我们 国家来说 给我们现实的一些文化里 这一 事实完全挖去掉 没有给我们 所有人 关于 人在 怎么在 怎么在这 中国的考虑 全学的有利于政治 特别是我们的 其他信仲 我们所有的教材中 关于 教育学史中 是从这个 要么是从 希腊的三级 要么是 写的这些 新组设的这些 这些学家 并没有证实 对信仰 对上帝这样的 一个认识 也更加 对我们的生活 埋下来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不允许 18岁以后的 自己 以前 他会说 我们 待待 背好自己 让我们的后代 都早早的清楚 这样的一个真 道 一个真实的事实 至于 对世界 其他 犯的生理 过我们的眼睛 至于让我们沦为 那个 文学屁心 行不合理式的 这样的 这些 有感动的 我这不方便 看人物了 为什么 在骑车 你一定帮我选吧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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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也 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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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杨志秀宝贝的分享,谢谢老师,今天刚换了系统,声音也听不太清楚 也不知道我说话能听得见吧 听得见,听得见 林老师今天先给我们讲了十次试探 以色列人十次试探 试探神 因着各式各样的自己的什么 自己遇到的一些水啊 喝碰水啊 水苦啊 或者因为吃的喝的 就产生了一些埋怨 埋怨摩西 也埋怨亚伦 米利安 其实呢 这都是在埋怨神 时常我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或一些困难 也常常是埋怨神 怎么遇到这样的事呢 这是真是我们人的暖落 也是人的罪 常常埋怨 圣经上说 凡事先祈求 凡事先祈求 感谢神 却常常口里说出来事情埋怨的话 不讨神喜悦的 求神帮助我们改掉之后埋怨的 抱怨的毛病 文圣经上今天讲了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这一点 我了解的不太多 但是呢 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啊 就是按圣经的话语去做曲行 唯读圣经嘛 圣经的话 我们不可随意的解释 平常的参考资料呢 有麻油草的 可以看一下 麻油草的 还有一些属灵的伟人也在 他们的事迹 他们的文章也可以平常读一下 像宋尚杰 王明道 这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感谢神 我就说这些 下面交给 交给唱门姊妹吧 雷明显不出来 他们准备在吗 不大会用啊 好 这样 我今天我就做一个 姐夫的祷告 有点早 但是没事 我们就大家一起 因为进入那边不方便 雅各不在线上 然后应该 这个产名前面应该工作 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来带领大家 做一个结束道道 主啊 我们在天上那步 下一次 现在先感谢 带领我们每一天早晨都有机会 来到 来到你的这个平台 为我们eBay的平台上 来学习上帝你的话 主啊 求主你保守带领 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发现 主啊 你在我们当中 一直在圣经里面所留下 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你 求主你继续的保守带领 光照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 然后也继续将更多的弟兄姐妹 能够被吸引到这个平台上 然后一起得到你属天的麻辣 也让分享的 不论是老师 我自己本身或者其他的 都求主你啊 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 分享上帝你的话 来 来让我们能够 教学建长 教学建长 然后也将 今天我们要分散的时间 都往往全全的交托 不管是有工作的 有会议的 有活动的 有赶路的 都求求你保守 带领了一整天下来 都能够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在其中 真的是求主你这样的赐福 带领我们全面的道路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完全的不配当分主耶稣 得胜的名祈求 这样我们一起 主导文作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 愿人都终于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 向您降临 愿你的父的职业 如同正在天上 我们任你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责 我们免了人的责 不叫我们施谈 救我们 救我们 多理凶恶 别为国度 人的荣耀 全是福的 直到永永远远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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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拜拜